星期天 父親在外面 向警方向做些事情 召集的家長們在蘿蔔小學外 撕心裂肥的懇求警方 在為這起案件多做一些什麼 因為在槍擊事發多時候 許多家長人不清楚 自己的小孩是否安全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尽管兇嫌在開槍不久後 警方立即趕往現場 但據多家外媒還原當時情況 有至少兩名孩童 在事發當下打了將近六通電話 向警方求助 但現場約二十名員警 卻站在走廊外 甘旦約一個多小時才採取行動 就算承認錯誤 也換不回這些無辜孩童的生命 對於警方決策失誤 受害孩童家長氣憤的追究責任 據兇嫌母親 則在接受CNN訪問時 心煩意亂地認為 兒子這麼做自有他的原因 兇嫌祖父事後表示 拉穆斯因為和母親相處有困難 因此搬來和他與妻子一起住 並沒有和自己的母親住在一起 面對孫子犯下的罪行 祖父表示自己和妻子 才在拉穆斯生日當天 帶他去餐廳慶祝 根本沒有想過 他不久後竟然會自己埋了兩把步槍 面對社會輿論 對於槍支的憤怒 拜登承諾會打造更安全的美國 全美史上第二惨的校园枪击才发生 美国全步枪协会却依旧在紧邻的收视顿 却举办为期三天的年度枪展 当然立刻引发不满 认为不仅对受害者不尊重 还在敏感时机鼓吹强制反售 同时包含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内等共和党民 预计会在这三天枪展中发表演说 全国步枪协会也声明参加枪展的人 会反思萝卜小学枪击案 为受害者祈祷 也承诺会更努力确保校园安全 记者西海域报道